你现在有收听的是中央国务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南安总统大选将在9号投票 目前已经形成了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 以及国民之党的安哲秀两强争霸的局面 对于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则是紧追在后 究竟这场大选的重要性为何 大选当中还有哪些的变数 最重要的是谁能够在这场大选当中胜出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政治大学外交系的主任刘德海刘老师 好 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这个老师 能不能先带我们了解这场大选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北韩不断武嚇 这个美方也将这个萨德系统已经进驻到南韩的同时 究竟我们要怎么观察这场大选呢 是的 这场大选来讲的话 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未来两韩的关系 还有美韩的关系 还有韩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都会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 尤其是萨德的问题来讲 是已经是一个这个 已经在韩国完成的部署了 是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新任总统 他的外交的还有跟北韩关系的走向 将是对于韩国的未来的对外关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问老师我们先来看这个领先群当中的这个五个人好了 这个以文在寅跟安哲秀现在民调是最高嘛 然后这个已经将其他三个人是抛在后面了啦 那以目前来看啊 文在寅的知识度是最高 安哲秀是第二啊 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啊 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出现的理由啊 好像过去他们都是跟总统擦身而过是不是 是的 最主要这一次两位能够都能够稳居前面两位啊 再来讲的话呢 主要关键是第一个是普警会的执政来讲的话呢 在韩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反弹 最终呢遭到了这个弹劾 而入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开始韩国的民调 原来是比较是这种五五波的一个选举 就变成了六四波 大概六成的人都是比较支持自由派 那然后再下来就是黄教安的保守派里面票 唯一比较高的黄教安呢 也就是现在呢担任这个总理的 他宣布不参加竞选 还有呢潘基文 潘基文在前他之后 这两位本来保守派可能出来选的人都不出来了 所以那就变成了 那就变成就是剩下来的 就来讲的就是那个自由派局局 具于绝对的优势了 是但是老师那个现在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执政党嘛 现在风崩离析嘛 这个已经几乎已经这个已经解散掉了 但是现在以这个 就是说以这个安哲秀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 他还有一波的机会吗 因为前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黄教安宣布不参选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安哲秀的支持率忽然增加了一成以上 是 百分之十左右 其中最主要原因一些保守派的认为说 既然都没有救了嘛 就是他们的所有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了嘛 那就选一个可能立场可以跟他们接近一点 或者可以改变的人 那所以的话呢 安哲秀在一段时间呢 保守派给予他相当的支持 保守媒体也支持他 但是后来呢 在之后呢 还是大家决定还是 尤其是辩论完以后啊 我们看到明显的 他的这个支持率又回下来 回跌下来了 所以现在变成是文在寅领先他至少 十个百分点 甚至更多的百分点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文在寅 如果这个民调是正确的话 文在寅几乎是稳当选了 OK好 不过是外界有些人在分析这场选战啊 是世代之间的一个战争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分析上面显示 就是文在寅的这个选票 集中在四十岁以下的选民啊 安哲秀呢 这个选票则是四十岁以上的选民啊 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这个状况呢 不错 年龄存在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啊 是 但是真正的因素实际上 还是跟经济的关系有密切关联性 还有政治的关联性 刚刚我已经讲过政治的部分了吧 那经济的关联性呢 就是 它受到了这个全球化的冲击 还有韩国经济不景气 年轻人越来越难找工作 这些等等来讲的话呢 使得年轻人呢 就认为要换新的党 换一个党 做是比较好 而且呢 确实是 这个 这个文在寅的 这个 共同民主党呢 也是 而且自由派整个来讲 是比较 对这个 弱势的团体 是比较支持的 是 也就是说 他们对目前财阀所主导的 这个韩国的经济 的保守派的这个实力 他不满意 所以因此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会投 哪一个对他们的就业啊 或者关怀 关怀弱势的啊 投票就投得多 所以这个就是 文在寅的主要的票仓 是来自这种年轻的就是 就业比较有问题的 或者是对现在的经济情况 不满意的 还有这个农民啊 还有这个 这个 Blue Color的工人啊 来领阶级工人啊 这些都 这些所有的弱势船 都支持他的 吴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 韩国的这个经济问题 但结构性的问题 是应该比较大 您觉得文在寅 他在这方面的解决能力怎么样 他是有可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韩国整个还是大财阀 主导的经历 这是不论是自由派 还是保守派来当选 大概也不能够改变的一个事实啊 就像过去的金大宗啊 来讲 应该是最好的机会改变的嘛 这实际上 后来还是回到原点来嘛 只是说 一段时间 大家安分手机一下 然后 一到了保守派上来 又恢复原来的嘛 所以现在就又开始财阀 又出现问题了嘛 所以的话 这些来讲的话呢 说实在的 这个文在寅确实是可能会对一些保守派的 来讲的话 他们的原来的势力有所前置啊 但是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大的改变是不太容易 但是他是可以跟 这个 当然我刚刚提到的 可以跟北韩关系改善 跟中国大陆关系改善 跟美国关系改善 比如说这个萨德的 尤其是萨德的这个问题 如果他不愿意让美国部署撤掉的话呢 那立刻他跟中国的关系 马上就可以恢复 中国大陆关系可以恢复改善吧 甚至FTA产生的一些效果 就会出现了 那就对韩国的经济具有发展 具有帮助的嘛 所以听起来这个文在寅 如果当上总统的话 好像感觉会带来 比较多的这个改变的希望 不过老师 我们来看这次选举的变数有什么 刚刚老师有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一个是这个北韩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萨德 老师能不能现在帮我们这个看一下 就是说不管是文在寅或安折秀 他们怎么样 我们先从这个北韩问题来看好了 他们怎么样是这个面对北韩这样的议题呢 因为我看这个过去呢 这个蒲警惠应该是对北韩是比较强硬派的 那现在呢 这个重新洗牌之后的政党 包括了安折秀或是那个文在寅 他们对北韩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自由派都是主张要跟北韩进行交往 那文在寅更是非常明显的 就等于是最深的这个自由派的人 所以的话呢 他就是也就是说在不论怎么样情况 他都愿意跟北韩交往的 那这样子来讲 其实对韩国现在是有利的 因为现在川普上来大小 川普的来讲的话 他一些做法 美国总统来讲 他的一些做法呢 跟传统的很不一样嘛 他前一段时间 一副就要跟北韩打起来了 然后呢 最近又已经讲到了说 可以跟北韩直接对话了 甚至还可以给他经济援助了 那这个变化蛮大的 但是关键就是说 美国跟北韩的关系呢 现在保守派他得没有戏可以演了 因为他说要部署 萨特萨特也部署了 那还什么戏演了 那美国现在跟川普的关系 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问过韩国有什么意见了 他就是自己高兴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再这样请一下 如果美国跟北韩的关系 大跃进 譬如建交会干嘛 如果韩国还是对北韩敌视的话 那保守派当选的 其实对韩国是不利的 他们这种自由派当选 那就是对的 现在自由派他就主张 美国也要跟美韩对话 我们也是主张跟北韩对话 我们也反对美国 美国不要用武力去对付北韩 那就变成了 现在的文在寅的未来政府 跟美国 跟中国大陆 跟北韩 都有可能改善关系 变成了符合 现在国际情势 来讲韩国可以扮演的一些角色 不过这个老师 你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保守派 感觉好像蛮尴尬的 因为我看到安哲秀 有讲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他也要提出这个 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机制 再重新召开 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说保守派在这方面 已经真的是没有舞台了吗 现阶段就是现在已经闹成这个样子 说实在的 保守派那一套的话 要必须还是要有川普的支持 如果美国不支持 或者美国其他想法 他根本就没辙的 那现在文在寅来讲的话 也是他们传统的自由派的 就是主张 就是他们在朝鲜半岛事务上 必须要跟北韩改善关系 然后他们才能够扮演主导的角色 那么你看金大宗 就是有两韩高峰会 之后拿到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奖金 然后呢 因此能够在这个国际上 韩国扮演主导角色 但是呢 你现在的情势来讲 显然主角不是韩国 变成是美国跟北韩 还有甚至中国了 韩国连谈的机会都没有 都不理他了 北韩也不理他们了 连中国现在也 靠部署萨里也很火大 所以就是他没有戏可唱的 是 不过老师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观察 就是说现在呢 大家都前一阵都担心 东北亚的这个局势 非常的不安 有可能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北韩会跟美国打起来 但是呢 我们看到南韩的这个民众 哇好像吃了地心丸一样 并不是这么担心 您看这整个这个状况 这个打不打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假议题呢 也不能说假议题 但是呢问题是打了以后 他所造成的这个 这个冲击是 不是光是就是 美国跟北韩两个两国而已啊 是没错 是整个东北亚都要受到遭殃 包括美国自己也遭殃了 因为你讲的很简单 你去炸北韩的核武设施 没炸到也就算了 还是没炸到也有可能 引起北韩火大去打南韩呢 还有呢要真炸到那更糟糕了 那这个核武就在这个核核这个炸开以后 那就等于把核弹炸开了 那这个在空气中所造成的这个辐射的东西 不是你戴口罩可以解决的问题的 是 这个是不得了的 整个美国 美国等于做了一件 这个世界的这个恶事啊 因为整个区域 大概都是这种核辐射 没有一国家能免得了啊 韩国中国北韩再下来就是日本 台湾最后也飘到美国去啊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更何况呢 就是北韩他的炮是对着韩国 所以你看 这个川普一威胁 他北韩就说好 你威胁不让我打飞弹 我就放炮 他就在练炮 他练炮就是暗示美国讲 好你打我 我就把韩国给你成活毁掉 就是首尔这个这个人川跟经济道 这个首尔大都会去 几乎是韩国一半人口在那里 还有一半的生产力在那里 把它毁了韩国也就没了 所以这整个来讲的话 打的可能性就是 就是失控了 或者是就是失去理性的 否则的话正常的话是不会打的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看到 他一阵转回来之后 现在又说了 可以可以跟金正人 川普说跟金正人对话 甚至最后已经讲到说 可以提供援助了 所以的话呢 就所以这个空间就很大了 甚至美国跟北韩 还可能建交了 如果他真的谈的话 是好 所以这个北韩的议题呢 至少在这一次南韩总统大选当中 各党的这个候选人 似乎呢 都比较这个理性来去面对 那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变数呢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先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喂喂喂 你还在跟短播收音机奋战呢 你不知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有更方便的方法 没错 快加入中央广播电台QQ码 3187-30053 3187-30053 我们将由专人火速为你解答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好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呢 是放在啊 即将在9号举行的 南韩总统大选的身上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政治大学外交系的主任 刘德海刘老师 老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北韩议题 在这次选举中的这个变数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议题了 那就是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老师 我们要怎么样来观察呢 这个现在刚刚您也有讲到 就是说美国已经 这跟这样的萨德系统 在南韩已经这个建制好了 哇 那这个还有改变的空间吗 还是有的 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个 美国跟北韩如果达成的 某种协议 甚至刚刚讲到建交的话呢 那这种这个部分 应该不可避免的 要谈到北韩的去核的部分 那如果北韩真的同意了 契合 就是可能会建交了 换美国的经济援助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萨德的部署的意义 就没有了嘛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呢 这个美中的关系 现在这么好 假如是继续这样好 甚至在他们两个合作之下 让美朝建交 因为他们关系好的话 也是美中有互信 那就是美朝建交 中国也不必在意了嘛 那这种可能性的话 在这样讲也是 这个萨德部署的可能性 也降低了嘛 还有呢 就是两韩关系好 尤其这个文在寅的当选的话呢 就算安哲秀当选 他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不希望部署萨德 所以的话呢 那韩国方面 也有可能主动要求美国撤萨 因为美国现在又要求人家 要付这个十亿美元 十亿 又一会儿说要 一会儿不要 甚至还传了更多钱呢 这是已经一个 这个川普让这个 韩国感到压力很大的 再加上呢 就刚刚讲 还有其他的呢 还有这个 这个包括了这个 这个韩国的 美国的FTA 美国的消息的重谈嘛 是 美国现在给人家 韩国很大的压力 实际上文在寅 现在忽然间像 又又增加 维持 强化了他的这个支持度 其实就是跟美国 部署萨德 还有要求说 要韩国人付钱的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 对这个保守派来讲 简直是非常大打击的 保守派几乎 完全不可能当选了 几率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来讲的话 萨德其实 在这个地区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目前来讲的话 形势发展的话 来讲的话 确实是 最后可能会被撤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了 是 不过老师 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有关于 这个川普 还有跟这个金正恩 见面这件事情 就是会谈这件事情 那有可能就是 这个无核化这件事情 这个无核化这个底线 有可能 北韩会接受吗 我们要很大的程度 要去从北韩怎么想 北韩现在就是讲 他完全没有安全感 大家都是把我围起来 敌视我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美国随时可能打我 那这种情形下大家都比我强 那我当然要 没有核武 没有飞弹 我怎么会有安全感 那当然我要有 对不对 而且越强越好 才会有可能改善 那如果 这个 来讲的话 美国跟北韩建交 实际上就 对金正恩来讲 他可以说 做到了 他的祖父 跟他父亲 想要做到的 做到的 跟美国建交 这个 这个 前所未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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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 是 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 这个 契合的话 如果 假如他坚持这样的话 而且美国还提供他 大量经济援助的话 这些 也不能排除说 不可能 但是呢 当然不会说 今天建交马上 马上就拆除 那也不可能的吧 他一定会想说 要有一个 这个 时间 比如说 十年以后全部拆除 五年拆一部分 但是最终 他可能会 或者是像一个 伊朗那样的情形 但是川普 他是不喜欢伊朗的 所以他 那就有可能 就是说 要达成契合 那就可能 把时间往后延 说可能 十年以后再契合 那这样子的话 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金正恩所要的 这个安全保障 还可以存在 第一个 他们两个的 正式的外交关系 已经建立了 那他立刻要 想要得到东西 他一定要立刻建交 而且立刻建交之后 也会接着 日本必然建交 而且呢 美日 尤其是日本 必一定要提供 北韩庞大的 经济的援助 否则的话呢 这个北韩 就不会给他建交 因为日本 过去侵略了 这个朝鲜嘛 所以这些等等来讲的话呢 这个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 利益的 也是重大的成就的 这是他 他的来讲 已经是 从来没有人做得到的 那这样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 所以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 如果是 真的我刚刚讲 那样大幅的利益 他都愿意接受 美国 就是美国 日本都愿意提供 然后 就是一揽子 一次解决 大交易 那这样的话来讲 其实他 弄核武 弄飞弹 弄墓地 其实就是 希望建造朝鲜半岛 成为一个 这个平衡的状态嘛 现在就是一个 从北韩来讲 不平衡的状态 韩国跟四强都有关系 偏偏就是 北韩就只有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 那不是 他就一直具有不利的地位嘛 他一直被围堵嘛 所以他如果跟四强都有 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就跟韩国平起平坐了嘛 那就是 真的达到他的目的了嘛 所以 这个可能性 不能完全排除的 OK 好 所以这个或许也是 川普在美金正恩的地方了 他还是蛮有智慧的 至少有一些筹码在手上 不过老师 我们来看看 这次大选 不管你刚刚提到 不管是什么 北韩议题 或者是萨德议题 其实有一个国家 非常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美国 老师 刚刚你有提到 美国总统川普 已经对这个韩国放话了 这个萨德系统 他要钱嘛 这个要布置的钱 要这个费用 您怎么看待 这一次美国 在这一次选举中 他们扮演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究竟 这个川普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会在这个 关键的时刻 不断地释出一些讯息 不利于保守派 或者是说 刚刚您说 可能会帮助到 这个自由派 这个文在寅当选呢 关键是川普似乎是对韩国的政治不太了解 他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什么太了解 因为像这个2002年的当入武宣当选的关键因素 就是美国因素 就是在总统大选前夕 美国将两个压死了 在演习的过程中压死了韩国的两位学生的 美国的两个大兵 给他宣布 无罪释放 那韩国这还得了的一件事情 那你压死的人竟然一点罪都不要放 然后就释放 而且那让韩国当然很火大了 认为第一个涉及他的主权没有了 因为这是他主权里发生 在韩国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美军就住在韩国不是吗 那然后呢 再这样子 当然就是代表了美国是上国的意思嘛 那这一下韩国闹得很厉害 立刻如武却莫名其妙当选了 所以在这之后 美国在这方面就非常小心了 包括了韩美FTA的时候 对不对 那美国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就还对韩国做了相当的让步嘛 以至于最后的FTA对韩国是有利的嘛 事实也是如此的 那都是代表了 后面的美国的政府啊 无论是小布希啊 欧巴马都是稍微注意到了 这个 比较刺激韩国人 否则的话呢 得一个结果完全相反的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川普显然是对这个不是这么太了解了 他就是急着想要 他现在眼里就想要如何跟中国台判 是 如何解决这个朝鲜的问题 甚至可能跟中国台判比朝鲜的问题还重要了 因为他要的是经济的利益 朝鲜不会给他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的嘛 是 甚至还可能亏本了 还得要援助了 所以的话 他真正的 这个是要跟中国大陆借着朝鲜的问题 表面上是好像 是朝鲜问题 实际上是来讲 他是要 中国大陆 尤其是他要去 未来访问这个北京的 他想要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 包括什么双边的投资协定啊 或者是什么甚至FTA自由贸易协定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的可能性都有可能的 是 不过老师这个除了美国之外了 我们还想想 还是要提到一下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您觉得他有做一些势力的这个动作吗 随着这个文在寅 几乎是已经确定可以当选 或者是安哲秀之后呢 其实中国大陆就不用那么急了嘛 是 因为呢 因为他也知道像刚刚川普 我刚刚讲到川普 他这样做 其实帮了这个自由派当选了嘛 那他干嘛要急呢 那前面是因为保守派的执政的时候 他这个就当然要严重抗议 因为他要部署 那但是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 就是普警会 被弹劾下台之后 关起来之后呢 大陆他们就不讲话了 那干嘛还要讲话呢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结果 你在看民调就知道是以自由派 一定当选嘛 那还会讲话呢 所以在这之后 他们基本上非常低调 现在就是 在现在就是 川普到部署 他大概有抗议 但是实际上 因为他跟美国关系现在已经好 他也不在乎了 所以 但是这个 他还是绝对反对 这个部署 是 反正就在这个阶段了 就是避免有这个 恒生变数就是了 因为已经其实 走势是对中国大陆 不过老师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选战进行到现在 只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看到有些议员已经跳水了 这种跳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细保的这个效应吗 这个会对选情有一些这个转变吗 效果不太大了 OK 因为现在大事几乎等于是底定的 是 所以这些跳水 议员应该也 没有办法扭转一些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对不对 应该大事是不会改变 而且议员的选举 也是要等到年底 是没错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状况 这个按道老师的分析 应该是大事底定了 不老师 最后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 因为本来像英国 美国 它的一些变数 是在年轻人 social media 没有把它算在里面 但是韩国的情势是相反的 韩国是保守派主 主导了这所有的媒体 所以的话 在这种背景之下 还有呢 再加上这个 年轻人票 已经明显的 都在文在寅那个方向 是 就代表说 它变数应该不会太大了 OK 无论如何 整个选战是进入到 白热化的阶段 那其中会不会发生 什么不可预测的变化呢 我们节目随时 也会为您掌握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政大外交系的主任 刘德海 刘老师 深入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